美國商務部星期三發表聲明 宣布依據貿易擴展法第232款 對汽車和汽車零部件進口 是否影響美國國家安全是展開調查 川普總體也在與商務部長羅斯開會後的一份聲明中說 他要求羅斯部長考慮對汽車進口展開貿易擴展法 232條款調查 包括卡車和汽車零部件 確定他們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影響 作詞・作曲・編曲 李宗盛